歡迎收看週末黑手檔 這次我發生了一點意外 不是我啦 是我的桌子 你看我的桌子 你看 在某一天的時候 它變成這個樣子了 如果這個東西 你看 斷了一隻 那這個桌子是不是就要毀了 可是我不想要浪費資源 所以我打算拍一個好的 然後量它的尺寸 再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 再把它鎖上去 這樣就可以節省一點資源吧 然後我們就先把它拆開來 先來兩個尺寸 我們有大概的尺寸之後 我們就先來鋸材料開始加工了 在家裡做一些零尺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我們這隻先緩緩了 我們就把這個拆下來 我們只要留這隻腳腳就好了 這個塑膠我們就不要了 因為它這個腳腳是用這個 毛釘的 所以我要先把它鑽開 我才能把這個新手抽出來 好的我們鐵管也好了 好我們先把這個裝上去再來鎖 貼管 好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好不好用了 這樣子 好啦我們還是得把它拿去揚擠一下 哇 它會摸著一直亮啊 沒有 就好了 不是跟你說 我 好 還扶它起來 好啦 我們剛剛用陽極把它染成 本來想說是黃色 結果這次有夠像金色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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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樣子就完成了我們的桌子的腳了 好 這樣跟原本一樣才可以收起來 這樣子我又省了一筆錢了 我不用再買一個一樣的東西了 就因為一隻腳斷掉 然後雖然 好像我浪費了一整天都在搞這個東西 我還蠻開心的 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觀賞